解決一些問題 包含就是說上個禮拜講過的那個文字與資料函數這個 這個欄位 假設你今天像這個是一個那個電信公司的一個 內部訓練的範例 他就是客服人員 他要在下班之前 會把得到的這三個欄位 電信業者 門號區碼跟莫碼 這三個欄位最後要變成一個完整的電話號碼 當然你絕對不要做土法鏈鋼 土法鏈鋼就自己打 最笨的方法 你就自己打09111槓 然後08 因為這個084後面的話如果不是三碼就要自己補一個0 1槓然後007 但如果說你這樣做事情的話 你可能做到下班永遠做不完 那怎麼辦呢 當然你要會一些方法 那在Esser裡面提供給我們的最多的方法 不外乎就是怎麼樣 不外乎就是插入函數 OK那你要怎麼知道用哪些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希望做完那個公司之後 我快速點兩下自動完成 OK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一個更快的方法就是你要撰寫程式 也就是將來呢你直接在旁邊做個按鈕 按一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這件事情也完成了 這個叫做VBA 實際上這個VBA就是學校希望我們教的應該主要是這個程式部 VBA實際上就是一個程式 那這個程式的話呢 他預先寫好之後呢 他會按照你要的要求 自動把你的結果自動顯示出來 而且並且不是說只能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完成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你會寫VBA的話 那你可以在工作上面的效率大大增加 OK 那怎麼做 當然我們會需要知道說 在Excel裡面有哪些文字類 其實這個跟文字跟資料有點關係的函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我上個禮拜有提過用REPT 星號跟100顆星有關係 所以我們可以插入函數呢 利用第一個文字類的函數 找到REPT 這個地方有個REPT函數 那特別注意呢 將來呢 當然這裡面 函數的種類非常多 所以呢特別注意那個REPT這個函數呢 裡面到底要怎麼使用下面會有說明 只是說下面這個說明 寫的並不是非常的 好瞭解 但至少也是一個線索 也就是將來你即便沒用過他 你看下面的訊息 有時候也可以知道該怎麼做 那比如說呢 他裡面有提到說 Tesl Tesl顧名是用文字 什麼文字 也就是你要重複 REPT REPT 重複 LUMBERTIES 幾次 所以這個要給一個文字 這個要給一個數字 他就幫你 重複了 比如說你按確定之後 你要重複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信號 那你要重複幾次 當然你不是用自己算 158 旁邊有個計算機 除以 除以100 那就1.58 那你就填入1嗎 1.58 1.58的話 其實他也是一顆星 因為這個星不可能 點58 所以點58去掉 那不是叫你自己填 因為底下還有2 還有4 這個沒有 這個4 那怎麼辦 所以你必須要用計算的 那怎麼計算呢 當然你就是 把這個158 放進來 除以100 但是呢 當然這1.58 他出來也是一顆星啦 可是其實比較精確應該是把 0.58拿掉 那怎麼把 0.58拿掉 其實就是把這個公式外面再包一個函數 那個函數呢 叫 INT OK 那我好像在我的影片裡面有提到 INT意思是說 我只要什麼 我只要他 這個數 這個數字裡面的整數部分 0.58自動去掉 你只要包一個INT就可以了 其實INT 在這個 這個這個城市裡面的實際上 函數裡面實際上就是取整數的意思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你就可以怎麼樣得到一個結果 不過你向下填滿會失敗 因為理論上最好是做一次之後下面全部都一樣 那會失敗的原因主要是 他會自動幫你把 C 這個 信號本來是取信號的位置 但是他會自動幫你把那個只要你用這個向下填滿的功能 向下填滿很好用 但是他會幫你把1變2 2變3 所以如果你要讓他不動的話很簡單 就是怎麼樣 請你在C1的前面 再加一個錢的符號 也就是用錢 當成把它鎖起來意思 有錢就把它鎖起來 OK 打個勾 然後向下填滿 這個結果就OK了 這個是上個禮拜講到的 那其他當然還有更重要的 像LEN 比如說LEN 我要算什麼 算這裡面有幾個字 應該是上面這個 長度這個 所以你也許到這邊 然後長度部分的話 也許你可以 算這裡面 但你不可能說用眼睛看 123456 這幾下 如果數量一多 你永遠算不完 所以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要想要知道裡面有幾個字的話 只要呢 特別注意喔 你要學會一個函數 插入函數特別注意喔 所以以後呢 你如果不會這個函數喔 以後真的工作起來非常的忙 你就只要知道插入函數裡面 文字類 一樣文字 找到那個什麼 LEN 特別需要 按照英文字母排列 那LEN 實際上 就是Lex 實際上英文的長度的意思 那你只要給他什麼 給他一個TEST 特別需要 給他一個TEST 按確定 然後你給他什麼 一個TEST 就是這個 這個儲存格 意思是把這個裡面的字呢 帶進來 他會告訴你幾個字 底下會給你結果 OK 按確定 那你向下填滿 結果就出來了 這個地方因為呢 我向下填滿的時候 我必須要讓他不斷的往下跳一個 跳一個 所以呢 這個地方你不能說沒事 就再加一個錢的符號 OK 像剛剛你講說 那我這邊加錢符號可不可以 是可以啦 可是你向下填滿會怎麼樣 對 都是實 表示你應該懂的意思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每個都鎖起來了 懂的意思吧 OK 特別說這個功能很重要很重要 因為有很多東西搞不清楚 錢到底要幹嘛 錢是非常好用的 OK 真的太好用了 沒有錢什麼事情都做不到 有錢的話 當然 錢不是萬能的 沒有錢 我問問 你錢問問 大家都很熟 OK 打勾一下 OK 然後向下填滿 OK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就是說呢 性別 這個地方有個衍生的練習題 性別 性別怎麼判斷 應該各位身份資料都知道吧 你的第2碼應該是你的性別 OK 除非你有去更改你的性別 有可能嗎 你現在蠻多 可能 現在因為台灣很自由啦 所以其實那你 但是一般的話 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你去變性是不是你那個數字是 可能你身份資料應該就重變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知道說 我這個地方的性別是哪一個 這個就比較困難 你必須做兩件事 第一件事怎麼樣 先把這個1 或2 先把它搬出來 搬到這邊來 2的話呢判斷是如果他是1的話那就是輸出男 如果是2的話就輸出女 有沒有如果把性別男女 結果放到這邊來的話 那這邊可能要做剛剛是一個步驟 現在可能要兩個步驟 兩個步驟怎麼做呢 1 我要抓的是第1 第2個字的話 那插入函數的時候特別注意 你這個時候呢就 特別注意你要接下來一定要會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在一般我們工作裡面 如果你不會這個函數的話 很多事情你是做不到的 MID 實際上 他應該叫MID吧 就是說寫MID 意思就是說呢我要取 一個文字裡面的中間的哪一個字 所以他會問你說 他會問你三個問題 請問一下第1個你的字在哪裡 在這裡 第2個是你哪一個字開始算起 那我要從第2個字開始算起 第3個問題是 Lumber Chars 那你要幾個字我要幫你搬過來 OK 所以三個問題你給他 他答案就給你了 所以我們做一次 1 先把這個資料給他 2 我要從第2個字開始 3 我要取一個字就好了 他會幫你把1帶過來有沒有 OK 如果你這邊輸入2的話會怎麼樣 變12 不是 這個是幾個字 有沒有變12 如果這邊變3的話 就變123 有沒有 如果你這邊 當然如果你把它變成1的話 有沒有 就變 H12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MID函數 一般工作上如果你不會 你很多事情就變 你要土法煉鋼 如果你會你就是用 程式自動幫你產生 完成就OK了 那當然這個就是第2個字 我要取一個字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函數 就是用到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所以按確定 但是請各位還要注意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的這個1 跟上面這個1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不一樣 那其實最大的差異 特別注意 上面這個1 是數字的1 下面的這個1 是文字的1 對文字字串 就是文字 它就是當文字 上面是數字 也就是說 將來 這兩個東西 它會視為不相等 你看到當然你一般輸出的時候 看到結果會一樣的 看到都一樣 但實際上兩個在Excel裡面 他會認為是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文字跟數字不一樣 這個很重要 程式裡面也是一樣 OK 按確定 那你會不會向下填滿 但是問題結果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要什麼 我們還要把它 這個是男 這個是女 那你總不可能說 我用眼睛看吧 所以怎麼辦 接下來你可能還要在 在旁邊 我先在旁邊做 我可以再利用 邏輯判斷 因為在 Excel裡面 它有那個邏輯判斷功能 那邏輯的話 有個一符 一符就是如果 如果它是1 那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OK 所以如果我這邊用一個 一符按確定 那它會給你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邏輯 logit test 就是 你的邏輯是什麼呢 那你跟他講說 如果呢 我前面這個儲存格 假如是1的話 那我就輸出 如果為True的時候 Value Value就是 如果這個結果是 為True就是為真的話 那為False就是為Fal OK 那如果為真的話 就是輸出什麼 輸出男好了 OK 那當然這個邏輯 看起來應該是沒有錯的 然後反之的話就女 而且你會發現你移開之後 他會自動幫你加什麼 前後的雙以後 那表示他是一個文字 反之是女 這樣的邏輯看起來好像似乎沒錯 不過你會發現按確定之後的話 把它向下填滿之後 他全部都是女生 為什麼是女 難道現在很多男生 自動都變女生了嗎 關鍵的地方在哪裡 請各位看一下 你想說 老師你剛剛講 這個1跟這個1 不是一樣嗎 1 也就把這個1帶過來了 然後等於1 1跟1 對啊 所以應該是男 但是問題來了 我剛剛講一個重點 這邊雖然看起來是1對不對 但實際上裡面是這樣的1 OK 所以如果你等於等於這個1的話 相不相等 這怎麼辦呢 很簡單 在這個1 前後再加上前 這個符號就好 特別注意 很多時候 尤其現在 即便是上班族 每天在用 很多人也搞不清楚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學生都在 職場上面的 他很多其實真的搞 怎麼辦 如果搞不清楚 結果就錯了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像這一題 如果要對的話 非常簡單 只要在這個1 前後 加上前 這個雙引號就可以了 就是這樣 差這個也不行 所以其實有時候 當然 你 如果會用這些方法 要 增快效率是OK 但另外一個重點說 你一定還是要 每個細節都要注意到 否則 可能很容易就做錯了 我跟他確定 好 確定之後的話 他幫你運算一下 他兩個是不是一樣 如果是的話呢 他就輸出男 反之就輸出女 一樣向下填滿就OK了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當掉了 沒事 當掉 所以理論下看到應該是對的 提醒我應該是要下課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